剛剛的問題是被服侍的人有失眠的情況 我們怎樣幫助他們 其實無論是失眠或者是痛症或者是其他問題 或者是家庭問題、情緒問題、靈性問題 全部都是可以說一抽一扔的 人的問題都是第一來自就是同神的關係 第二來自就是自己和自己的關係 第三來自和人的關係 就是他的問題帶來的 如果他說失眠好了和你祈禱 祈禱你回去會睡好一點 這只是一兩天而已 他過後又會回到原來的狀態 所以我自己覺得一定要輔導 了解他對於生命怎樣看 對於人怎樣看 對於神怎樣看 對於自己怎樣看 怎樣處理問題 很多時候往往是他處理人的問題 總之總是有很多怒氣 不懂得處理 或者不懂得思考 就失眠了 其實我也有時候很多事情要做 但我會決意睡覺就是睡覺 睡覺就不是想事情的時候 如果想事情就沒睡覺的時候想 上床就是休息 放鬆的了 如果那天我真的想了很多事情 心緒很繁忙 那我就會站在這裡 祈禱到安靜 然後我上床睡覺 那真的是我沒有什麼失眠的 如果晚上真的醒了 我就起床又不祈禱 有時候就知道很快睡覺 有時候睡不著 我就會起床又不起床 第一就是處理 處理就有很多元化了 即是說他的情緒 怎樣受人影響 各方面的 這些處理也不是一下子 立即處理完 但是他知道向那個方向去 他向主要方向去 以會的定期 我們有機會為他祈禱 那他經歷聖靈了 那他就一步保護 會醫治 所以無論是趕邪靈 無論是醫病 無論是處理情緒 或者婚姻輔導 或者什麼 處理任何問題 都必定是幾樣的 即是他對神 和神的關係 對神的信心 和人的關係 對內心是怎樣 怎樣處理問題 這些一切就影響他整個人 所以是要輔導去幫助他 即是聽回他講的 即是平時的狀態 是的 他的生命 裡面 他跟神的關係 是 以至他自己處理 在實際生活裡面 那個態度 情況 跟著跟他輔導 聊 然後再為他祈禱 慢慢從他提升 他想不想要告訴他 即是親近神 神都讀經 或者祈禱 當然一定要 幫助他回到正常的狀態 當然要 即是幫助他 和神的關係 讀經祈禱 以及處理對神的感覺 和思想 以及處理和人的關係 即是 三方面都叫他們 提升 對 和神和人和自己 都是要處理的 當他處理到 然後 即是說 這個就是 魂輔導的範例 另外在靈 就是 在聖靈充滿的時候 帶來醫治 是否帶來醫治的意思 就是讓他自己去經歷 上帝的臨在的時候 提升他裡面 他覺得不足的東西 讓聖靈充滿回去 就能夠開解了 他的失眠狀態 其實 在神的同在 通常失眠狀態就會減少 在神的同在 他和神的關係密切 也要教他自己回家 用長時間 愛護神 宣告神的恩典 一路 恩典的祈禱 這樣的時候 他會 人更加平靜 在祈禱的時候 我講一些方法 放鬆的人 都是一個方法 因為放鬆的人 都是包括 幫助我們自己的情緒 放鬆 整個人放鬆 相信神在愛我們 我們的 相信神是一定祝福的 心就變得放鬆 不用緊張 不用揹著淡紙 人就會處理到 那如果 譬如說我們大祖的時候 我們有一段時間 去安靜 大家祖元 去互相安靜 而去服侍 可以嗎 可以 有一個這樣的提醒 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教他們安靜 比如安靜 也是一種學的東西 譬如有些人能夠安靜 等候神很長的時間 這一定是操練出來的 安靜 第一 他要學到 什麼都不要擔心 什麼都 如果要處理 就處理了 處理了 就不要擔心了 或者還未處理 總之我想了怎麼處理 我就放手了 心情就放鬆 身體又放鬆 又深信神的愛 在這個狀態 一直愛慕耶穌 享受耶穌 就是有放鬆的人 又深信神的愛 自然神的工作就會來到 那要不要特別去學習操練 放鬆都可以學習的 放鬆這件事 其實在聖經大學的時候 老師教我們做一個 exercise 以後我都用得著 他就叫我們躺在 gym 地下 然後全身的肌肉收縮 然後呢 一收縮緊了 放鬆 放鬆了 有這麼鬆 有這麼鬆 那就學習 因為放鬆有不同程度 有些人說放鬆 都不是很放鬆的 放鬆是一個高度的程度 譬如我自己來說 譬如我現在坐在這裡 我是放鬆著的 我已經成為那種習慣了 我在這裡說話 我要用力 但是我的心 和我的身體 都在放鬆的狀態 這樣的時候 我經常做什麼都好 我就會在放鬆的狀態 一個輕鬆的狀態 其實不用特別學 你就是放鬆的人 你發覺會這樣 譬如有一個方法 會幫到你的 你走一會 然後坐下 你一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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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覺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流過 你有沒有留意這些東西 譬如你行山 走到累 一坐下 很舒服 因為你的肌肉 融融了很多 然後放鬆 就會很留意到分別 然後 你在那時候 再更加 投入放鬆 就會更加舒服 為什麼呢 我沒有試過 這個是一個 因為它有一個對比 就是好像你用力 譬如你舉完啞 很容易 然後放鬆 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 你在平時的狀態 又放鬆 那你就會在那時候 你就會留意到 我越放鬆 那個果效越不同 那就會留意到分別 又去一個很高度的放鬆 練習的意思就是 首先我們 就是 其實我們 一個正常的狀態 然後 刻意地將它自己放鬆 是的 一路練習 練到很自然的 那我們就 那個狀態叫做 安心 其實有時候 你又不需要特意在那裡練 你每次祈禱 就放鬆了 沒有東西擔心 哈利路呀 那就是耶穌 放鬆了 放鬆了 為什麼心口 有些我特別提到的心口呢 因為你的心有些硬著 有些壓著 這樣就會影響 那你的心就是 放鬆了 而且你一發覺放鬆 是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你有沒有發覺 是 立即好像有些東西流過 你試試看 你一坐下 黑問一下 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在裡面 這就是神創造我們身體 有這種生法的機能 是有一種 恢復體力的機能 恢復情緒的能力 這是神創造的很奇妙 我們身體很奇妙的 我們越放鬆 就越能夠走回 神創造的時候 那種樣的適合 這也會影響我們的靈性 因為經常緊張 自然很難 將神的教導應用出來 例如有時候 你坐著聽到也好 你放鬆 但你的心就投入 你的腳 尊重在心口 你的腳 會比較容易 你會發覺舒服的感覺 一邊想著 耶穌真是好 以及在喜樂的狀態 耶穌真是好 真的感謝神了 心又會開心 一種輕散喜樂的狀態 聖經也有說這些 就是勞苦担重担 要放下給耶穌 讓我們得到安息 耶穌是不想我們背重担 所以要放鬆 這是合乎聖經的 為甚麼 你會被把握 一輪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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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